兄弟们 你说这外货就是这天气了 咱不喝点香花吗 是不是 这人也懒了 不想出去 我点个外卖吧 下酒的肯定就是牛肉 竹蹄嘛 对不对 咱先点个竹蹄 42块钱 这啥物价现在仍发呀 点好了 那咱现在等着外卖来 走 拿个酒 这就算了 咱这条件平时都喝不了这 我的仓谱 我这酒多 这是酱香 看兄弟们 这边的是 煎香和清香凤香 这边的是农香 这都是礼盒 其实猪春熊猫这个酒挺好的 要不咱喝喝这 天寒地冻 哪都不想去的 咱家喝个酒吧 兄弟们 咱也过个周末 是不是 猪蹄 牛肉 我们一开 到一个猪春熊猫 哎呀 漂亮 下茶酒 哎呀 这个味儿 太美了 放酒啊兄弟们 还是得陶瓷瓶 这陶瓷瓶这陈放的酒 放一年相当于玻璃里放三年 点了一个猪蹄 一个酱牛肉 都是下酒的硬菜 兄弟们啊 咱连盘子都不用 哎 看 你这一会儿 доб 为啥普遍那些大侠进了店 先是小二一斤牛肉两斤白酒 这东西堆下去 拿那小杯子喝酒有啥意思 对不对各位 拿这整 那小杯子有啥意思 该说不说啊兄弟 45块钱就这点猪蹄 这牛肉咱不说了 这量还可以 猪蹄是不是量太少了吧这个 猪蹄的味道可以 淡淡的 蘸个是酱出去 嗯 酱可以 这个辣椒酱是江西辣椒酱 从江西带回来 闹一口 辣兄弟们 都在酒里了啊 牛肉 这才是正常的颜色其实啊 可能一些南方朋友会说 大嘴你这冬天你穿短袖 你是啥情况 各位啊 您知道现在我家的温度 我估计 至少得三十度 我不仅穿短袖 短裤 北方冬天就这样 热人士兵 哈 哈 这边反尔赛是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北方过冬 比南方还舒服 这猪蹄子特别弹 这下酒利息 喝白酒吃着凉了最爽 最后一个兄弟们啊 这个酒后段的焦糊味特别的美妙 咸不住头 虎不收尾 哎呀 好酒 我给我下个面子 好酒